圓圭乃主播 為單親兒散盡一千萬 圓圭乃主播 陳佳姐 蹦出來的孩子 身份被起底 就是指揮家 姜敬波 她三年前 與對方密戀時 產下一子 日前還棄訴對方 普遇小孩 每一副愛 11月30號 一週看再報 姜敬波的母親 正是前總統 李登輝的 羽絨牙醫師長豬 連莫加里奧 也曾披露 兩人交情匪淺 我跟妳有求嗎 陳佳姐接受蘋果採訪 她無奈表示 大家怎麼越扯越遠 也說老人家年紀大 不要再傷害他們了 她目前住在 澳洲半年多 鼓勵撫養 三歲多的兒子 還到當地 中文胎 從超就業 贊任月薪12萬的主播 不過澳洲物價 過於收送 她一人撫養兒子 經過每月搭拼 先前規劃的 一千萬養老金 也花光光 因為一個人待真的 而且因為我媽媽也不在了 而且沒人幫我 但她強調 美漢江家要錢 我跟孩子 跟江進坡 沒任何關係 孩子姓陳 是我的 雖然陳後悔生下孩子 但後來想想 人生就是這樣 Mapool怎懂得喜樂的價值 娛樂動新聞 男性媽媽辛苦了 報導